据法新社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4月5日表示 鉴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莫斯科将密切监测对敌对国家的粮食出口 报道称 普京在一次农业会议上指出 在全球粮食短缺的情况下 今年我们将不得不谨慎对待对国外的供应 并密切监测对我们明显怀有敌意的国家的出口 普京表示 俄罗斯的粮食生产 完全满足国内的需求 他提到 俄罗斯在农业 工业和科学方面的潜力 敦促官员加大进口替代力度 我们需要为进口替代设定明确目标 并在不久的将来坚持不懈地追求这些目标 普京指出 对于俄罗斯人来说 他们应该能够获得高质量的可负担的食品 包括鱼类产品 这是今年的关键任务 据塔斯社报道 普京认为 西方国家试图将粮食问题输出到俄罗斯 他5日在会上表示 一些国家 包括欧洲国家 由于其本身的政策 已经遇到了价格上涨和粮食短缺的问题 美国的情况也一样 我们所谓的伙伴 会试图把这些问题输出给我们 我们有一切办法来防止此类事件的发展 普京说 通过俄罗斯企业不断增长的能力 增加国内市场的食品供应 充实俄罗斯商店的货价 根据普京的说法 除了持续监测情况外 还有必要利用全部机会和工具支持农业和工业 包括关税政策 临时出口限制 和对进口某类产品的优惠政策 普京强调 在全球市场不平衡 俄罗斯经济和国内公司 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的情况下 对我们的公民而言 重要的是尽量减少外部的不免影响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以小麦玉米为代表的国际粮价持续走高 联合国粮农组织三月警告 目前俄乌冲突的程度和持续时间仍不确定 鉴于这两个主要粮食 出口国的农业活动可能被迫中断 在国际粮食和农资价格 已经处于高位且波动不定的情况下 或将严重加剧全球粮食不安全状况 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 目前约有50个国家 依赖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 以保障本国30%或以上的小麦供应 多数为北非亚洲和近东区域的 最不发达国家或低收入缺粮国 此外许多欧洲和中亚国家 超过50%的肥料供应来自俄罗斯 当地时间4月1日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 梅德维杰夫表示 俄罗斯将指向友好国家 以卢布和国家本币结算的方式 出口粮食 事实证明 我们的粮食就是我们无声的武器 悄无声息 但却威力无穷 梅德维杰夫当天在自己的 Telegram消息中写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